總警司學人聲明 他會中英文講一講 接著會解答大家的問聲 各位 警方十分關注理工大學現在的情況 尤其是留守在裡面的人士 我們很擔心他們的健康 心理和情緒的情況 因為這樣 警方已經聯同了其他的政府部門 和一批獨立的中間人 組成了一個安全小組 成員包括有 中學的校長、社工 臨床的心理學家 防止自殺的機構 救護、消防 以及警察的談判組 我們準備進入美工大學校園的範圍 進行遊說的工作 希望可以說服和勸喻 仍然留在校園的人士 以和平、有序的方式 盡快離開校園 警方一直都強調 我們希望以和平和有彈性的方法 去處理這次美大的事件 因應有人士已經逗留在校園裡面 超過一個星期 我們都很關注他們身心的情況 所以如果有留守的人士 有健康的需要 或者是需要接受醫護的治療 我們都會全力作出配合 以醫療行先的方式處理 安排救護車給他們 簡單來說 我們是不會 是不會第一時間作出拘捕 只是會好像18歲以下的人士 在之前幫他們拍照 以及登記了個人資料 方便日後跟進 事件至今已經發展 發生了超過一個星期 剛才都說過 警方很希望以先接受治療 以不立即拘捕的方法去安排 跟著還是留守在李大校園的人士 我希望留守的人士 為了自己的健康 為了家人 為了他的朋友 儘快出來離開校園 令到他們身體可以得到舒服 小小的總結 我們重申 在這次李大事件裏面 我們是用靈活彈性的手法 來處理 目標是希望可以 用最和平的方式解決事件 令到校園盡快恢復運作 在整件李大事件裏面 直至今日 總共有1,100個人士 在李大和平地走出來 其中有300個是小於18歲 我們會繼續跟校方相討 希望校方也可以盡快派員 加入我們的安全小組 配合我們的工作 最後我再次呼籲 留守在校園的人士 盡快和平有罪 離開校園 令到事件可以和平地解決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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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larm situations in the policeU especially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of the people who still stayon the campus In the interest of their safety the police have formed a safety team enlisting officers from other departments like the fire services and the ambulance services as well as police negotiating projects The team also includes some independent mediators, including social workers, scholars, and former IPCC members. The safety team will enter the campus for legalization and giving assistance to those in need. Let me emphasize that we always adopt a peaceful means and a festival of hope in order to solve the situation. The police now roll out a festival measure for those who have medical needs, regardless of their age. We will arrange medical assistance to them without arresting them. We will only record their personal data and taking photographs from them before we arrange a medical assistance. But we will pursue their case later. Our principle is first random medical assistance and do not do not arrest on the spot. In conclusion, our objective is now and here.We wish for a peaceful solution to the situation. It is certainly our goal to restore order and safety as soon as possible. Indeed, so far, around 1,100 people have left the PolyU campus in a peaceful and orderly manner, including 300 of them are underage people. We will continue to maintain clos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chool management and hope the staff will join our safety team soon. Once again, we appeal to those who will still remain on the campus to live in a peaceful and orderly manner. Thank you. Enjoy! Thank you en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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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進去主要是希望做一些說服、勸喻的工作 今次我們是少量的警察 他們都是談判組的人 主要是跟留守者談的 就不打算在現階段是沒有拘捕的行動作出安排的 主要你之前問究竟裡面有多少人留守呢 那跟回不同的公開資料的來源 我們相信還有幾十個在裡面 我們現在正在組織著不同的部門 可見的將來確實是哪有暫時發不來的 你的問題很好 為甚麼我今天公開讀出我的呼籲呢 就是希望留守的人士千萬不要誤會我們進去的目的 我們進去是作出呼籲 並不是作出拘捕 希望他們也都保持理性和和平 我們其實做完我們勸喻的工作 我們都會離開 當然我們希望勸喻到部分的留守人士 但是我想問問 擔不擔心就是留守人士見到警方派來的小組 會有情緒激活的問題出現 那我剛才都說了 第一 我們的目的很清楚 在這裡再次強調 我們是少量的談判組人員 因為他們有談判的訓練是可以幫到這件事的 和平地解決的 目的是這樣 他們少量的人不會進去作出拘捕 千萬不要誤會 我們這次少量的談判 小組人員進去是有任何的拘捕 千萬不要誤會 請問今天之內會否進去呢 還有是否權力公大學那邊的溝通了一些問題 因為他們那邊三次的聲明 就是要提到的方是讓他們的學學系 經紀者做出 但是剛才是要求他們派出員工 去加入你們的工作 小組那邊方面的溝通是否 這方面一直是經歷 我們和平地大陸都是固持一個很緊密的聯繫 但其實我們那個聲明都沒有大大的分別 因為剛才都說過了 如果是有些留守的逆事 是需要支付的協助的話 他們是可以第一時間 登記資料和影像之後 就可以坐購戶車來開 正不會作出即時的拘捕 英文你又說會否pursuit the case 就是公英力是會作出拘捕 個別的案件要個別考慮 所以我們有什麼情況 不可以自一難之處 會不會在今天之下轉入客 今天現在的轉入 應該我們需要少少時間保持 所以當時會開始小隊 當時會開始嗎 是的 我們還是組織緊客 但是我們都希望盡快進入 因為校園都會 明天或明天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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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警方的入水公司失敗的話 最後會為離東大學 盛納一個清場的 deadline 在這一刻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剛才都說過了 我們是很希望和平 這樣完結這件事 其實在過去這麼多天 都是有些少少成果 雖然是慢一點 就是我上個禮拜說是有1000個人 和平離開校園 今天報告已經是一千一百個了 已經是多了一百成 我希望仍然留守的人士 會聽從我們的指示 和平有罪地來開 如果之後有少少人 為甚麼人會來開校園 會有甚麼想法呢 那要看回當時的結果 就是在這裡很難去 很難去答揮過這麼解釋的事情 最後兩題 更多一些大的信心 可以來到他們的 可以延遲 因為之前都有一些中學校長 或者一些中學教授 他們都做了一些 明白 這個又好似乎 留守者的態度 我在這裡也都是 繼續推薦他們 以和平 理性的態度 接受這個安全小隊 進去 再次講 他們並不是進去 作出任何拘捕 他們是作出一些勸說 和勸議的事情 萬一留守者有過擊的行為 警方如何確保他們 他們的心理和心理情況的安全呢 第一件事 我們都樂見 在過去一個星期 很多不同的人士 幫助我們進行一些勸說 勸道 也都是有成果的 也都很高興 留守者是沒有 對他們作出較為暴力的行為 我希望 留守者繼續用這個態度 來對待我們的 留守小隊 安全小隊 他們做完工作之後 評估的情況也會是不錯的 謝謝各位 謝謝